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去游山換水的地方 就是馬鞍山郊遊景 我們的起點就是馬鞍山的港鐵站 恆安站 所以我們就要搭港鐵來到恆安 恆安這個站是屬於屯馬線的 去到恆安站我們就要找B出口 B出口其實就要在月台下一層 中途其實會經過洗手間 先提醒大家 要先去洗手間 然後才出發 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其實補給點方面 除非你入行安全 不然沿路就沒有補給點 港鐵站就是你最好的補給點 接著我們就要向左轉 向左轉沒多久 所以出了隧道 我們就會見到巴士站 大概走一百米左右 穿過這些巴士站 我們就會見到一個公園 接著我們就轉移到公園這個位置 我們就繼續向前走 我們橫跨了這個橋底 繼續向前走 接著就向橋底的方向走 我們就在這個樓梯口上 回到上邊走 來到行人路的盡頭 我們就走過去對面的馬路 然後就向山的方向走 來到這個分岔路 記得不要走錯 我們是要轉右邊的 接著繼續沿車路往上走 之後我們會見到一個換船柱 這個換船柱就不是車路的盡頭 其實車都可以繼續向小路 我們就走進這條小路 然後繼續向前走 來到燒烤場 來到燒烤場要注意 我們是要向前走 走進燒烤場 就應該是去洗手間 來到這個路口 我們繼續向右的方向走 然後我們會繼續來馬鞍山村路 繼續走 但不是走上這條樓梯 如果有一家大小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乘村巴進來 村巴由耀安村開出 但是座位有限 班次亦都較為稀疏 如果等不到車 又或者上不到車 就可能要找的士才可以上來 繼續走 我們就會見到馬鞍山郊遊徑的指示牌 以及這裡會見到一些標渠處 接著我們要向昂平的方向走 再往前走 就會見到這條馬鞍山郊野公園的指示柱 而見到這條柱 亦都接近我們這條行車路的盡頭 再向前走 無奈 就會經過這條爛爛地的石屎路 之後就會開始我們的泥路 山路的路段 進入山路無奈 我們就走到溪流段 你就會聽到流水散散 我們很接近一些水源 有朋友會洗手 但大家最重要的是 注意安全 有些水源 經過溪流 然後我們走到溪流 我們走到溪流 踏上梯級 往山上走 始終都是接近水源 所以有些路段的情況 都是比較差的 大家要小心 再走到溪流 再走多久 就到了我們這個路程的最高點 所指的最高點 只不過是各個地 這條路程的最高點 而這個位置 其實是不同行山境的交換柱 有些再向前走 就會繼續上山 而我們就要選擇 往往平徑地的這個方向 就可以去到大草原了 就可以去到大草原了 來到這個位置 我必須要和大家介紹 這個位置 一個影響靈位 這棵樹加上藍天白雲 可以創造無限可能 就靠你的發揮了 影完照再向前走 就會步入我們的大草原位置 也是岸平營地 有很多人在這裡摘營 但這個營地 最大的特色就是 好大風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西貢沿岸的景色 為了讓大家感受一下風的威力 我們一起聽聽風聲 原路的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牛牛啦 然後我們走出黃麗路段 繼續向前走 但這段路的水土流失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要加倍注意 這些根徑是會卡到人的 而如果遇到一些下雨的天氣 這些黃麗路段 就一點都不好走 沒多久之後 我們就會走到一個分岔路口位 我們就走大水井的方向 如果一旦走錯路的話 下一個出口位 就可能是很遠的地方 黃大水井的方向 全部都是落山的路段 這個落山路段 雖然不是太崎嶇 但是我都建議大家 是用行山像落山 會比較沒有那麼傷膝頭哥 是一個派山的路段 但是那里要來 不要倒閉 這就是一個派山的路段 又不可能 在那裡 現在是大派山的路段 就是沛桜 在江湖的路段 在河南 那是河南 離開石屋的路口, 進入石屎路段 離開馬鞍山郊遊徑, 進入西廣的村屋 進入村有很多分岔路口, 但只是一條大直路, 不要走錯方向 來到波羅斜路, 我們過了馬路後, 繼續向前走 走過垃圾站 接著我們繼續向新景台的方向走 接著就在這裏轉左下山 來到這個位置, 下樓梯便可以走到這裏 走出西貢公路, 走多久就可以去西貢市吃海鮮 總結整個路段, 適合一家大小親近大自然的好去處 來到最後提醒大家, 請訂閱, 訂閱我們的游山換水頻道 下一次再和大家游山換水, 拜拜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